我們來關心櫻德大戰 櫻德大戰到底會不會 如李俊毅所說 再站下去就全軍覆沒 這英軍跟德軍 現在是在互相轟炸中 是 這互相轟炸 而且越來越尖銳 越來越劍拔奴章 在4月13號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出面解釋 他說中職會延後初選其成 是為了多一點時間 處理現金情勢 並希望做到黨內團結 所以外面傳的那些謠言非語 大家都不要相信 這是為了黨內團結 不是為了我個人要選贏 但是賴清德也馬上就回了 同樣在4月13號 他說黨內制定2020 初選辦法的時候 黨主席或任何人 接位諮詢過我 就你們根本把我落在一旁 沒有人來問過我 我們要打一場君子之爭 期許蔡總統公開表達 輸了就會支持贏的人 也希望蔡總統要求網軍 停止對我的攻擊 其實這句話講白話就是說 你們根本沒問過我 而且還發動你的網軍 不斷在對我攻擊 這哪是什麼團結 怎麼可能團結 但是這時候蔡英文 幕僚又跳出來 還有政治人物的誠信跟承諾 很重要 賴清德講過多少次不參選 全力支持蔡總統 如果賴清德連自己的承諾 都無法堅持 要求其他人談承諾 沒什麼意義 意思就是 凡在你先背叛我們在先 現在沒有什麼信義好講 大家就是攻擊就對了 但是第二天4月14號 蔡英文總統也跳出來 他針對賴清德說 希望停止網軍對我的攻擊 他的談話是請賴清德上網看一下 攻擊我的人遠多於批評他的人 賴院長應該對他們 都有一定的熟悉度 作為政治人物要領導國家 誠信是最基本的條件 他意思就是說 網軍都是你賴清德的 跟我有什麼關係 你看攻擊我的人遠多於 批評賴清德的人 表示網軍都是賴清德的人 然後這時候賴清德又跳出來回應 他說我先前公開表達 對現任總統的支持 這是應該的 但都發生在去年1124九合一大選前 就選完之後我的支持就結束了 就是一個保存期限的過程 反正過1124就過了保存期限 對 所以黨政人士又跳出來 他原來一個政治人文的誠信 居然有有效期限 難道當時他以行政院長的身分 跟蔡總統會面討論國政 心裡想得卻是要取而代之 自己選總統嗎 其他的意思就是說 從1124到1月他正式辭職 這中間這兩個月左右的時間 難道都是這樣陽奉陰偉的一個狀況 蔡總統他現在還很難接受 賴卸任行政院長 不到3個月突然不支持他 還選在他出國拚外交前登記參選 其實還是那句老話 就是你用這種突襲的方式 讓他覺得非常沒有誠信 但是雙方這樣子你言我語 彼此之間越來越爭鋒相對的時候 這樣子這個黨還團結得起來嗎 龍姐 現在到底英軍比較強 還是德軍比較強 好 問題世界杯 請到最近比較感受到 我在風浪的時候是什麼樣的 感動心想 其實我在補算 只有一個補算萬軍的普天改革 全民在自己努力好做 但那時候我已經起床了 我可以當作都做了 只有就是我們鄉親吹出來投票 今天我們來看羅青鐵 我這兩天開始對他覺得 一點點當情 所以實在說 蔡英文碰他的星星 只要你說碰他的星星 不應該是用這件事來碰他的星星 碰他的星星應該是用我跟他的事 把我的錄影大棒給大家看 他就沒有星星 他當然其實是說到要靠北地 說要補正五乃林跟安吉昌 兩個是千百元 他要用正在世面担保 是因為這樣 我嫁等你比較開機才會說 他說他們兩個是去 修法撇海 是修法撇海 所以他們兩個是千百元 我說他們兩個 真的證明他是比修法撇海 是千百元 我是一人 我是那些企業議員 結果這個法官後悄悄厲害 竟然我們台灣理性 定現的案件還可以再生 實在說一萬件找不到一件 奇蹟 一萬件找不到一件 這件竟然再生 再生這個法官又想想怎麼樣 大一個盤有多 一年六個月一個盤沒多 紅吉昌的部分說你拿一千三百五十元 是正在現金 當時的正在現金法又不太清楚 所以這條是改定正在現金 所以紅吉昌沒多 我如果想到就要直接拒絕 我說市長你說要用正在世面 但沒有五乃林千百元 你是為什麼現在現在要進去關 你是不是應該實質 他歡迎很快 他認真我不敢 蔡議員你有說說他一千百元你就要實質 紅吉昌沒多就是一千百元 你要生實質 我說 你的意思是我是你就要實質 他說對 有材料你生實 這句話台灣人在聽你們就很清楚 他說我如果是他就要實質 他認為我不敢實質 我現場就實質 我把他的市長的實質書 拿去面前叫他簽 他就要簽我自己有別的 他就跑了 所以我不敢說我是用 高德德的標準要求我自己的 其實一半一半 但是紀元你拿出來我先收 他不知道那個就對了 剛才讓我死了 他就要對那時候蓋自己的 那麽今天你用這條去配搬就是說 董基斯他要實質有夠偽留嗎 有夠偽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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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偽留了後面 局勢還是說要實質 沒有我們做會照 沒有他實質 局勢也沒有實質 我們局勢沒有實質 所以我說 勞青鐵是沒有條件 創緣文的本錢 這是有原因的 為什麼你吃到好丹油你三月十八元 四十五官司四條行政議員 一個立法委員的補選領三千票 怎麼變成選總統 那不通 你會記得 阿扁說什麼 說 他17日的選報 他要登記的前一天 他說 單水比北京 付選優功 所以要他貼貼 說完結婚你下來登記 我在這裡在裁刷 我裁刷 我的裁刷通常都會準 他叫阿扁小子 他叫阿扁小子 阿扁說要收聽 所以他總要去登記 去登記要拚 因為那時候是十八登記 原本是七八 他在二十天後就賣掉了 所以演一個禮拜 演到十五 總統要處理 二十天阿扁是算了 他現在贏他這二十八就對了 剩他們兵不過 你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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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運算這樣 什麼在刷牌 政筆不是一加一等 政筆不是數學 政筆是化學 你會記得嗎 這是在十五天前說的 十六天前說的 那麼 撩後 到一個禮拜前 阿扁又說什麼 一個禮拜前 阿扁又說 沒有啦 沒有 整個看是剩下肩 還是滑剩下肩 這拚照來的時候 我就說 穿得好洗 去阿扁的回家 阿扁的救世 去用收費 所以純粹自己一個 說我拍檔我們看不下去 你才會這麼夢想 要選一個總統 你收到 說到 收到就可以去登記 阿扁現在就去洗成功 沙古跟你這樣走 純粹自己一個 你看這裡有可能 他這麼搬弄 要塗 要塗好夠 要怎麼辦 你才可以說 記得說 我把它收起來 這樣那個行 很有意義 我說過 最後就是剩下肩 他最後還要再跟蔡英文配 不然怎麼辦 現在蔡英文還要跟他配嗎 你看他的態度會越來越軟 他的態度會越來越軟 所以這個停止網軍對我的攻擊 這是一個求饒嗎 這是我說過 他熱情到本來 他的朋友給我靠來 他的好朋友靠電話給我說 鄉家你假白輸他 我說我們抹他的時間拚長 20 年 21 年 但是我和他 我了解他 男人落心最後那個 激烈 一減一減 他不夠勇敢 所以最後他就救 不可能 他說不可能 所以我說 當然我假白是準備好了 還準備在那裡 我準備好了 你從上個禮拜就開始準備 這個酒 雞排可以放這麼久嗎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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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是怎麼說 他沒有那個勇敢 政治人物實在說 堅持 嫁拼 鐵器 都可以 但是那個勇敢 那個真的勇敢 他沒有 所以他沒有辦法挑戰 真正勇敢的 插英文 你問我插英文 我很早就跟你們說 插英文不是吃財 插英文的堅持 他競勝 下去 所以你看他一步一步 清掉 不要說僵僵 說僵僵是 派英天 那對 農軍 因為這也算他們的加來術 是不理會我們太了解 那個曲折就對了 為什麼一個補算 要你敢這樣 不然你記得去問阿兵 是不是我 我猶得這樣 阿兵為什麼去做 那一百八十多的轉變 那個轉變就是一個信河 所以信河 如果想到現在就 高軍無緣 有幾個人騎出來的天氣 坦白說 新調流的外圍的以外 沒有人天氣 沒有人天氣 包括 民進黨的主流派對 非主流派對 你也忘記 插英文 生活邊還有一個 小孩子 小孩子是那個 應用主員到無味不值 會跟你出交 所以賴清德已經到這裡 別說買單 最好就是 插嬌皮 是你最後的選頂 不然你要撥他 撥他去 撥米皮 獨牌會出來動 獨牌會出來動 所以賴清德要保留 獨牌的民主向會 你不能救他 賴清德他是因為沒有 所謂會腳的孩子 所以自己出來講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當這個事情已經被指控 你有說過你不選 然後你又自己跑出來選這件事情 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他自己跑出來講的強度 是不是最強 我親自白紙黑字 而且我當著鏡頭還有上字告訴你 我沒有在一二次之後 承諾過任何人我不選 也就是先前所傳出的 是不是在民進黨設計這個檔案 你說這個消毒力最強 對啊 可是事實上我也坦白講 他的辦公室 賴清德辦公室有曾經發一個聲明說 這個不是事實 之後他本人出來錄了這個影片 也就是說你要解釋說 因為他下面沒有人 當然這也是一個方向 可是至少他在講完這句話之後 看是花媽菊姐 還是任何在這段時間 有跟他接觸過的人 拿出個說法或是錄音 直接一次就死人 我保證他的民調跟一定的 因為你說謊 所以他敢講到這一點就是 我從來沒有在1.124之後 說過我沒有要選民進黨的總統 所以所謂這個初選制度 不是為了只有一個蔡英文總統 問過我 我不選 才設計這麼快的這個事情 是不存在 他親自講的 他親自講的 這第一點 他說初選遊戲規則 要定的時候也沒問他 對 初選遊戲規則的時候 沒有問他 他還講說 請蔡總統的網軍 請蔡總統要求網軍 他等於也輕痛愁快 民進黨現在多淌血 雖然還在講說什麼蔡賴佩 基本上有打死不幸 就是說 憲哥 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蔡英文也不會想要選擇他 我寧可找陳文蔡 或是找柯文哲 我不要再找賴清德了 賴清德基本上 他現在想求 可能也求不到 因為已經到這種 我已經公開告訴你我沒有 你今天對我的攻擊 我也沒有模糊 我親自出來講說 我沒有說過 我沒有說過 所以這個攻擊 在講完這句話之後的同時 蔡明憲 你說沒有人 其實也不是完全沒有 包含我上禮拜跟大家講的 管碧琳 他那個一個一個一個會在於 管碧琳有特別澄清 他不是其中一個呼應的人 他沒舉手 那是一個沒有被證實的 所謂備忘錄 你還要拿出來說 現場我沒有呼應陳明文 我不是算那個人 你要撐賴清德撐不死 不要算在我的頭上 管碧琳他發正式簡訊 蔡明憲說他要退黨 他說他看不出來 這樣子初選更改的黨 還是當初的黨 這種人 只要賴清德沒有被打死 如果他第一個 剛剛菁英哥講的 接受蔡賴佩了 沒事了 親屬屬性以前都糊糊掉 如果說他失去了戰鬥意志 他退了 那也就沒事了 但如果他要繼續撐下去 而黨專員又不肯就是 直接徵招 把這個遊戲規則給沒收掉的話 之後蔡英文只會更傷 有人覺得說蔡英文總統 他這個過程當中 時間拖越長 對賴清德越不利 可是上禮拜我就跟大家講 我最後的結果 我的預測不一定對 但是我的看法很明確就是 這個事情拖下去 只要黨專員沒有那個臉 把比賽沒收 而賴清德又真的打死不退 接下來可能還有更勁爆的內容 要攻擊他 對他來講未必會是很善 我不太贊成繼續攻擊下去 因為我們現在合起來 跟來應付 勇蓋先那時候率領的軍團 我們都不一定打得贏 我是覺得這個時候 應該黨主席要出來 要趕快跳出來沒收這個比賽 因為當初設計這個 是 才能釜底抽薪 才是沒收比賽的時候 這個黨主席很重要 因為他當初規劃設計 這個提名的實成規劃 一個人 不是說一個人 是有一定的決策過程的 不會拚命說起來 說自己說 這個什麼時候登記怎麼樣 主席很清楚 因為他是要去主旗式的人 總統已經不兼主席了 陳菊 會不會是這個主席 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接受了錯誤的訊息 他以為賴清德不選 賴清德現在堅持 他沒有說他不選 所以是不是有人 在中間假傳聖旨 不知道 所以主席就是好好出來講 現在外界 都清楚的了解的一件事實 一個印象 就是賴清德之前是有 答應不選